大家好 今天去我表哥那里 剪了几条 比较粗壮的三角枚枝条 回来 扦插 扦插这种大枝条 我们最关键的是什么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这些枝条是非常粗壮的 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前段时间扦插的三角枚 现在长势 非常旺盛 这一次 我选择了 4种 扦插机制 红砂 泥炭土 珍珠盐 剂石 把枝条扦插下去 看一下哪种机制 长根 冒牙块 三角枚 枝条剪好了之后 我们准备好一屋水 然后 用兜金磷 一对一千二升的水 给它搅拌均匀 这个是我已经准备好的 然后把这些枝条放下去 浸泡10分钟 这个大枝条 伤口也是非常大的 防止这个伤口呢 湿水导致干枯 我们可以用这种预好剂 给它涂抹 有效的 锁住伤口水分 防止流失 浸泡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 就是用 这种塑料薄膜 把枝条 残药 目的就是为了 防止它 导致失水 因为呢 现在是夏季 高温焖热 一定要做好 保温 处理 这一条的分支就比较多了 这一条的分支就比较多了 不要擦得太深 接下来 我们用 引钉 那一酸 一瓶盖 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呢 给这些 擦好的三角煤 浇透 引钉那一酸 有活性生根物质 能促进 三角煤 快速的 长根 冒芽 接下来就是 摆放的位置 一定要摆放在 阴凉 通风 良好的地方 每隔两天 我们就要 查看这个 机制 如果是 微干了 拿喷芙 给这个机制呢 喷洒水 保值 玩具湿润 更有利于 长根 冒芽 好了 喜欢 千叉三角煤的 再见